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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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全山人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了 哈哈哈哈 我要守護大家的笑容 幫忙過來吧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我都還沒攻擊呢 怎麼 怎樣 你的眼睛和嘴巴怎麼會歪的 你 你做了什麼 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啊 你追心的右手看看 呃 呃 不行啊 你連講話都不清楚了 很可能是 你已經中工了 好的 剛剛全三郎和頭目在對決的時候 頭目突然間 臉歪嘴斜 右手無力 說話大舌頭 你們覺得剛剛他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沒錯 這就是腦中風 通常是由於腦部血管破裂或者阻塞 導致腦部弓血的中斷 當血流中斷的時候 腦細胞就會因此而缺氧 導致腦部功能的受損 那因此而造成一系列很嚴重的後果 包括偏灘 上司行走功能 語言障礙 認知功能障礙 記憶力下降 情緒不穩 甚至死亡 為了提高治療效果 降低後遺症與死亡的風險 識別腦中風的徵兆 盡快尋求適當的醫療照顧 是很重要的關鍵 大家應該覺得很好奇 全三郎是如何辨識腦中風的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口訣 能夠快速的辨識腦中風 這個口訣就是FAST FAST中 F就是FACE 請病人微笑 觀察他的表情是否有對稱 A就是R 請病人的雙手平舉 觀察是不是有一邊沒有力氣往下掉 A就是 Speech S就是 Speech 請病人說話 觀察他的說話的聲音是否有清晰 做…怎麼會做…會做樣呢 T就是 Time 只要上面有任何一個動作 無法完成執行 請記下當下這個時間點 立刻打119送1 喂 119吗 这边有人中风哦 可以派救护车过来吗 谢谢 如果大家觉得FAST不好记 也可以记中文的版本 微笑 举手 说你好 快打119 越早辨识脑中风 并且尽快接受适当的医疗 能够提高治疗的效果 并且降低后遗症 以及死亡的风险 所以如果身边有人出现脑中风的症状 请记得当下不要慌张 把握黄金治疗时间 将病人送到急诊室 经过医师评估之后 是否他为脑中风的病人 如果他符合资格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接受 肌脉血酸溶解剂的治疗 或者颅内动脉菊酸的治疗 因此而大大提升这个病人的生存率 以及事后复原的机会 近年来国人因为饮食习惯 以及生活形态的改变 高油 高糖 高热量 蔬果摄取不足 抽烟 酗酒 酒坐不动 使血管提早硬化 导致中风有年轻化的趋势 中风不再是老人病人 所以当身旁有人出现脑中风的症状 请记得刚刚提到的口诀 微笑 举手 说你好 立刻打119 把握黄金治疗的时间 出动菲尔斯拳 以及退脑中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